好 至于总统蔡英文 他也特别在脸书 PO出了一段感谢影片 细数四年来跟陈建仁 一同打拼的点滴 更形容陈副总统 大概是有史以来 最忙碌的副总统 影片当中 抚觅陈渠 富格魁陈其迈 还有卫福部长陈时中 也都献上祝福 一必遵守宪法 效忠国家 如为誓言 愿受国家严厉制制裁 2016年的520 副总统陈建仁 从宣誓纳克起 和蔡总统一同奋斗打拼 转眼间四年任期 也即将届满 曾建仁副总统 我们都叫他大人哥 他大概是有史以来 最忙碌的副总统 温暖无私 每个人都很喜欢他 他实名必达 不怕困难 是我最重要的工作伙伴 总统口中的大人哥 是有史以来 最忙碌的副总统 从年进改革 同婚到国际外交 每个闲俊的战场 都能见到陈建仁的身影 在他卸任之际 蔡总统特别在脸书 PO出感谢影片 一同共事的服院高层们 一同说出对他的祝福 能够跟陈建仁副总统做会扒梁 这是台湾的福气 也是我们的福气 现在有一些相关困难的事物 那你再不来 你就是没有进责 那为了您的这句话 我也到了卫生福利部 相信老师卸下副总统之后 那一定能够有机会 继续奉献所长 阶段性任务完成后 陈建仁将回归学界 继续钻研 留心并学 即使不在副总统的位置上 陈建仁依旧会透过 不同的方式 继续担任守护台湾的 盛骑士 大人哥 谢谢你 台湾有你真好 Metal Force Be with you